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参与这一次的直播,我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内容呢,在这里。 我想要教各位一个脸书的新功能,用自己的手机在自己的动态,也就是个人动态里面,来去做拍卖。 没错,我们不需要加入到别的拍卖的频道,我们就可以利用自己的手机来去做拍卖这件事情。 不过现在这一个功能呢,只有iOS的作业系统手机可以使用。 也就是说只有iPhone,只有iPhone的手机可以将自己的脸书设定一些产品的拍卖。 但我想再过不久,也许一个月,Android的手机呢,脸书上面也会多了这一项功能。 桌机啊,应该也可以有这项功能。 那我们现在就来观看一下,在自己的脸书,而且是用手机哦。 怎么样进行产品的拍卖呢? 首先,当然拿出自己的iPhone,iPhone手机。 好,例如说,进入到自己的脸书。 进入到脸书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是我的一个脸书的画面。 然后在这个地方就是放个人的动态消息。 我们可以在这边把心情或者是遇到的事情,甚至有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呢, 他就想他可以做什么事呢? 例如,我现在我来想想看,我想要卖东西。 当然可以。 我们来看看怎么操作呢? 在这个地方点一下。 点了之后呢,我们来去看下面,下面有好多种可以做的事。 可以放相片,可以放视讯,也就是直接开直播。 直播其实也蛮好玩的哦。 下次我们来教你怎么样直接用手机来做直播。 你再往下去看。 这边有一个拍卖商品。 对,就是他。 我们可以点拍卖商品。 点了拍卖商品之后呢, 接下来他在这个地方就请你先输入你要卖的产品是什么。 东西是价格。 价格。 然后你所在的位置。 我这边我就打我在台北市。 那当然到时候我们都是用运送的方式啦。 那在这个地方呢,我卖的是电脑的教学影片DVD嘛。 那所以我在这个地方必须要有说明。 说明。 例如说每一个课程都是五百元。 那课程里面有VCD。 对不起。 课程啊。 课程有很多种。 例如说有VBA自动程式开发。 有Ecell 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 还有用Table做大数据分析。 还有图解式简报机器。 还有用Power BI做大数据分析等等。 我先看一下我的一个频道。 嗯? 怎么没有看到直播呢? 嗯,看到了。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来观看一下。 输入完这些产品的说明之后呢。 我会觉得说放一张图片是有必要的。 那接下来呢。 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点选。 例如说放图片。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右边还可以放三百六十度的图片呢。 好。 当然我们现在只要放图片就好了。 点一下这个图片。 然后接下来可以选择相片、影片。 我这边所选择相片。 我这边所选的是一张相片。 我就把我的产品呢。 事先先拍好。 然后例如说这是我的一个光碟片。 然后我会在下面写上这是课程是什么。 好。 例如说点选这一张图片。 然后再来点完成。 选好图片之后。 上面就有一些我要贩售的相关资料。 下面呢。 就会有所谓的一个。 例如说我的产品。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是不是要点这个发布贴文咯。 例如说现在啊。 我就直接在我的手机上面。 我就直接点发布贴文。 如果你想要买我的课程呢。 你也可以点在下面留言说你要去购买。 好。 然后接下来还没有结束哦。 因为当我们现在是在卖东西嘛。 其实坦白说我也没有卖东西的这种经验。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当我们今天点发布贴文之后呢。 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哦。 他可以再去做一些其他的宣传。 做什么宣传呢。 好。 例如说呢。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下面就会看到发布到更多更多的地方咯。 我的光碟片里面呢。 会有包含很多很多的影片。 非常非常多的影片。 那这些这些的影片呢。 之外还会有像范例啊。 讲义啊。 那有时候呢。 甚至我们还必须要附上做好的成品。 而且这些影片的制作过程。 例如说。 当有时候啊。 我们可能会讲一些口头禅。 或者是我们会说一些。 呃。 就是与课程无关的事情。 还有就是像例如说。 环境音。 或者是咳嗽的声音呢。 我们都必须要把它剪掉。 其实这是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去做后置的。 那当然。 这些课程的内容。 这些课程影片的内容呢。 绝对是。 就是说。 符合您的一些学习。 当然。 如果说。 你有兴趣的话。 你再去做购买。 我们现在回到脸书。 来去观看一下。 看看脸书这样子。 这边的一个动静。 好。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脸书这边。 例如说。 有人就来这边按赞哦。 好。 那当然。 当然。 我们可以点进去。 可以看到说。 是谁在这边按赞。 好。 不过。 重点。 重点。 我是要。 请大家。 学会。 一件很简单的事情。 就是。 假如说。 我们家里有很多很多用不到的东西啊。 说不定。 别人有需要。 这个时候呢。 您就可以拿出你的手机。 然后在上面。 只需要简单的去做一些操作。 例如说。 我们再回过头来去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只需要点选。 进入到自己的脸书。 然后接下来在拍卖商品。 在自己的动态里面点一下。 选择拍卖商品。 然后接下来只要输入四个简单的东西。 例如说。 卖什么东西。 然后价格多少钱。 然后。 在什么地方。 其实你不写也无所谓。 反正现在我们都是用。 货到。 付还的方式。 然后。 或者是。 是透过宅配的方式。 然后接下来去针对这个产品做一些说明。 那。 我只是觉得说。 我们。 其实可以。 多学会一点。 手机的一些功能。 这样子。 让我们。 使用。 智慧型手机起来。 然后。 帮自己的生活。 做一些改变。 然后。 让您也可以。 慢慢的。 觉得。 这个。 智慧型手机。 蛮好玩的。 而且。 可以帮助我们。 解决一些事情。 您说。 是不是呢。 我们来看看。 有没有人。 提问。 好吗。 因为。 这是直播。 直播。 然后。 我们看看说。 有没有谁。 他想要在线上提问一些问题呢。 。 现在。 三个人在观看。 那。 哎。 可是没有人流话。 没有人。 有任何的问题。 我们。 现在。 有三个人在观看。 有没有谁要提出一些问题呢。 还是说。 你会不会。 想要去购买。 我的教学光碟呢。 虽然介绍的不是很好。 。 我们。 如果。 大家。 也没有什么问题。 呢。 然后。 不妨。 就自己去玩一玩。 然后看看家里有什么不要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卖出去咯。 然后。 然后。 期待我们。 我们。 的生活。 越来越。 智慧。 然后。 越来越。 聪明。 然后。 享受科技。 带给我们的便利性。 如果你。 喜欢。 我的。 教学影片。 当您在看到影片的时候。 记得在下面按赞咯。 我想。 我们今天。 就先。 暂时。 介绍到这个地方。 期待我们。 有。 更多的。 好的。 资讯。 跟您。 分享。 好。 我们今天的。 电脑教学。 就先。 介绍到这边。 再见。